热门养发视频鉴定 一直养在家 记住四句话 想要绿罗往上爬 十天浇刺隔夜茶 说是浇什么隔夜茶这个呢 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一会说 茶叶这个东西呢 泡出来这个水会有茶碱 大家也都喝过茶 也都知道 这种茶袖呢 会附着在根系上面 导致根系呢变鹤变黑 时间长了以后 会阻碍这个根系的一个呼吸氧气 没有氧气呢 就会不生根 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个根系就开始发烂了 而且没有经过完全辅助的 这个茶叶水呢 在根部呢 也会二次发酵啊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再说一个题外话呢 就是茶叶这个东西 其实营养价值并不高啊 除了有一个茶多菲 能有一定的提神作用 对植物来说 这种东西没什么营养 好吧 下一条 莫莉招成不开花 淹丝泡水来喷洒 说这个用淹丝泡水来喷呢 我跟大家够负责任的说 我之前呢 我是在云南当兵 我们那个消防大队前面就是 种烟草的 我跟大家说啊 两天喷一遍农药 可能会抨击很多的人啊 我就我负责任的说 两天喷一遍农药 就这个烟草上面 生成是最多的啊 就是说呢 出版们应该戒烟的 就戒烟嘛 这个不仅仅是尼古丁有害啊 不相信你也可以去看 好吧 这是很负责任的说的 所以这个烟丝泡水 没什么用 兰花黄叶长不大 啤酒兑水来浇塌 现在所有的啤酒呢 你可以看后面都有啤酒花 极致品 也就是勾兑的啤酒 存粮发酵的 这个东西 你想想啤酒水 跟你这个发酵的淘米水 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它准有那么猛吗 不是说不能用 是可以用 但是也很贵 你还倒不如买个像 史丹利的水龙肥 或者花多多的水龙肥 你像十几块钱呢 一般都是二百五十克 足够兑五百斤水 浇半亩地了 你是真省钱 还是假省钱呀 你真省钱啤酒 那么贵 你假省钱 我的个天呢 你肥料不好吗 专门给植物用的 这啤酒里边的含有的 少啊 多肉干枯掌的叉 半杯糖水猛标牙 这个糖水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浇在这个土壤里面 不是说不行 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土壤里面 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菌群 你糖水进去以后 可以补充一些有机制才可以 你给多肉浇是处于什么目的 多肉是一种很耐激薄的 它是用颗粒土为主 对吧 颗粒土里面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菌群了 你焦那玩意干啥 这又不是什么 你以为它像你一样 这么嘴馋嘛 所以说臭果没 养花的时候 不要听信一些摇眼 十年男学生 已经一年就说个专家汉 也有很多人说 老花一你这么做 断人的财路 我这么做 不是说断别人的财路 那一束光射进来就是罪恶吗 我那我如果作为那束光 我就是罪恶的吗 我觉得这种我要斗争到底的 所以说话们一定要铭记在心啊 不要乱操作 没事的时候就想想 这个种地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之间一觉不错 去点赞 咱们现在再见 来了